请你来 好的 主任 我马上过来 许嘉 我有个急诊手术 这边你盯一下 别 你别 你别把我自己扔这儿 我 那要不你替我做手术去 师哥 您慢走 您辛苦 老婆 我今天可能得玩那儿回去了 这儿有个紧急的手术 帮我心电通道 我想你们 我 回来了 睡了 想死爸爸了 我今儿也累死了 你困不困啊 我还好 我今天白天睡了 老公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不困最好了 我今天在医院做了一天手术 困死了 有什么事 咱明天再说吧 你做一天手术的时候不困啊 别说了 做手术的时候啊 反而还亢奋 这回家呀 一见你们娘俩 立马就散架了 对了 不许多世 就能够无论 我认识自己有什么随意的 你 tribun 我骗到你 最好 实际女生 员 你什么都要 有任何事情 我妈 你妈把月嫂辞了你知道吗 喂 纪总 你今天给我快递的那个文件 方案已经泄漏给金宝了 幸好我在金宝那边有人 第一时间告诉了我 我现在这样同事 加班加点修改方案呢 你是怎么搞的 对不起 纪总 我一定查清楚 给你一个答复 还好没出什么大错 不过那个送文件的男孩 哪里来的 看着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用这种人 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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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们俩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给我打电话 齐律师 好 我们先走了 没问题 齐律师 萧经理 萧经理 什么事 有点法令上的事情 想要咨询一下您 好 来 是这样的 如果公司有员工 损害了公司利益 但可能这不是他的本意 这类员工 这类员工怎么处事才比较妥善 萧经理不是来找答案的吧 不 我想知道答案 要是套用公司法的话呢 这个员工轻则会被开除 重呢 才会被起诉 萧经理既然来做法律咨询 就是不想做法律途径 作为企业高杆来说 员工的问题 百分之九十九 都不会是法律问题 还是人情问题 知道了 再多说一句啊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处理 谢谢 不好意思 知道了 李总 我的团队 最近出现了一件泄密事件 昨天下午 我交给妈妈网的保密文件 在昨天晚上 就到了竞争对手手里 如果不是妈妈网获取信息及时 造成了损失 不可计量 我和妈妈网的剧总通了气 我们一致认为 是我的团队 有人泄密 我没有想到 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团队当中 揭穿你 不是我 我根本就没打开过 既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很遗憾 我只能请你离开公司了 艾米 我的团队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我在管理上的疏忽和漏洞 我个人应该承担责任 我想请求董事会 不要追究艾米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和法律责任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没生过孩子还没见过孩子奴吗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就是 没错 这个视频就是我发的 你当时为什么不吵了我 是 艾米 我留下你 给了你半年时间反省 你却浪费了 一错再错 我真的帮不了你 别装了 行吗 你把我留下来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我 羞辱我 你这根本就是职场霸凌 你真这么想 对 你还不如当时就吵了我 你故意把我边缘化 让我在团队的地位还不如新人 你知道外边那些人都怎么看我的吗 你知道我这半年过得有多难受吗 所以你就泄露公司机密 出卖公司 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 你又能得到什么 艾米你知道哪种人最不能用吗 蠢人 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的人 就是蠢人 不留后的人就是心狠手的 别说了 小点声 艾米好像是跟她时间最长的那个吧 反正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艾米已经在了 先是小皇后是艾米 看来我们得重新被简历了 行 小蕊 你昨天没把宝宝的照片发到群里啊 忘了 小明的姑姑和沈子这个念叨 说怎么不见宝宝照片啊 您发不就行了吗 干吗非要我发呀 你发和我发的能一样吗 那长辈们需要的就是你们晚辈的这个孝心 对了 那个小明的姑姑说 给童童发到群里的红包 你没收啊 妈 我不都跟您说了吗 别让家里人发红包 他们发了我再给发回去 还不够折腾的 这怎么叫折腾呢 这是长辈对小辈的一个心意 再说了 这红包又不是发给你的 那是给童童的 你赶紧啊 领喽 你不能这个态 墨家人哪 讲究这个礼数 我退群了 不是 你退群了 你太不给人家面了吧 不行不行 我赶紧给你拉回来 你这个孩子太任性了 娇蕊 你这怎么这样呢 妈 我现在真的很累 我没有精力招呼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 这一点你得向我学习 小明他爸他们家兄弟姐妹七人 连他爷爷奶奶都管不了 他们就服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从他们上学到工作到结婚生子 全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我让他们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我 您不累啊 我当然累了 那我得自己扛着呀 我为什么呀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男人 我把这个家里里外外都理顺了 维护好了 让男人在外面好好工作 多好啊 娇蕊 小明的工作多难哪 多累呀 你要多担待 多理解知道吗 我也有工作 你不着急工作 那小明养活得起你们娘俩呀 这不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我和莫铭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 休完产假我就去上班 你现在心气高 等到时候家伙回忆忙嘞 你哪有心情工作呀 我告诉你我可是过来人 我们俩说得很清楚 产假一结束我就可以去上班 孩子是两个人的 凭什么我一个人累 知道 知道 你现在不是还在坐月子吗 你着什么急呀 你现在呀 最关键的是把自己身体养好了 让宝宝吃得饱 长得壮 我去阳台透透气 来来来我来我来 来我来 来我来 妈妈腰疼 妈妈抱不动把抱缺乏锻炼 来来 奶奶抱 娇蕊啊 回头我给你拉到群里 赶紧礼红包啊 奶奶来了奶奶抱抱抱抱抱 抱抱 花花我走了 好 小心 拜拜 拜拜 艾米 你把客户资料再打一份给我 好 都这么晚了 小夕 你们先回去吧 好的 小燕姐 好 帮我放一下 姐 浩哥 好 给 你应该还不吃 orchard 好 黄李 客人 吃的是味道 不是花里胡哨的包装 可是这色香味俱全 也不光是味道啊 那还有色 是吧 现在年轻人啊 吃的是情调 他们懂得什么是情调吗 是吧 猴子 对 在这儿贫嘴 还不如多背几句英语单词呢 爸 我三年从学校从学校 你认为我还在高学校吗 义不压身 没事 宝 您休息会儿 我替您这种事 出去 爸 我新公司是个女老板 我之前以为女的都挺事的 但其实她是个打磨王 我同事说她呀 特别会涉及陷害人 我同事说她呀 之前她有个女秘书 就被她给下流产了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强的 竞争对手也把她赶走了 今天我还亲眼梦果 她把一个跟她特别对的 先赋也赶走了 有功夫关心者没用的 还不如提升一下业务能力 我再次把她逛更好 来太多了 我就不开她 她们做这种事 每次第二步 我跟她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爸 他很信任我 他选他相信我 小燕姐 为什么 你选择相信颜值啊 颜值很单纯 那我呢 你 工作能力一般 也没什么伤进心 人比较是非 爱耍小聪明 爱贪小便宜 是一些小毛病 从你跟我第一年我就知道了 既然你那么不喜欢我 干嘛还一直留着话 我一直相信 你会进步 会越来越好 你都选手 那个视频是我录的 刚才你老骂我 我真的挺心烦的 所以才想把这个视频 发在朋友圈里面出口氣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给妈妈网的文件 是艾米发给金珍对手的 我当初让你开除她 你就是不听 她大学毕业就跟着我 是跟我时间最长的 舍不得啊 现在同事会还不知道具体是谁干的 一旦查出是艾米在给金珍对手 当商业间谍 她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她不是商业间谍 她只是恼羞承诺 报复我 你要想保护她 就尽快处理 拖得越久对她越不利 萧嫣姐 我是不是特别蠢啊 艾米 你不蠢 但真正聪明的人 绝不会走捷径 你不是一直想去西西里岛 好好玩玩吗 刚好趁这个时候 好好出去玩玩 萧嫣姐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艾米 我希望你 越来越好 考研也好 西西里岛也好 我还以为啊 你从来记不住我说过的事情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对我也有期待 小燕姐 你开除我 是不是为了保护我呀 自己慢慢琢磨吧 自己慢慢琢磨吧 小燕姐 你会不会给我写推荐信啊 我开心 你会这么想 小燕姐 Как你给我吧 你吗 不 老公 老公 童童醒了 你不是说今晚归你一挂吗 归我 你起来 起来呀 醒了醒了起来啦 起来啦 你说起你倒是起呀 童童哭了你没听见吧 去看看呀 起来你快起来呀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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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老大早 那份调查报告不是你写的吧 不是我执笔 但是有我的思想在里边 思路和行文特点 都是艾米的习惯用语 对 重启一份 其实我也没想找艾米帮忙 我也没有想让他人品这么恶劣 但是 他还想陷害我 亏我还请他吃了一个月的饭 我幸好老大你英明 我帮我省钱了 那个 其实你也得理解我 你是我一个八尺男儿 实在是不想跟这孩子妈啊 孕妇什么打交道 我来到这公司之后 我感觉我都到疯了 一想到这帮大老娘们 我头都大 我告诉你 能够坐在这个公司隔子间的 艾米 还有你口中那帮大老娘们 每一个能力都比你强一百倍 你知道有多少女孩子紧破头 都想得到你的工作吗 就凭你的学历 你的工作经验 享尽西亚 宝洁那关你都过不了 那 那你留我干吗呀 我留你是因为我以为 你是个有心的人 你说过你绝对不会做 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可你现在所作所为 你心里舒服吗 你留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公司想留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占了性别优势 公司的男员工太少了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和你瞧不上的大老娘们共事 你要还想留在这儿 证明自己有点别的本事 首先你要学会 尊重每一个女同事 而且要学会尊重 每一个你的女客户 你要再让我听见 什么大老娘们 立刻给我滚蛋 小欣 今天感觉怎么样 莫大夫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等你什么时候不淘气了 我马上让你出院 大夫 可不能随便分小朋友许愿 说到就要做到 要不然 会影响小孩子一生的成长 你说得对 受教了 你是小欣的父亲吗 她母亲呢 她是我哥 是个大律师 七孝心的父亲病重 有七孝心的母亲陪床 所以七孝心由我暂时看护 请你转告七孝心的母亲 她这次手术挺成功的 未来几天 就多注意体温变算就可以了 术后六到十二个小时 如果没有出现 恶心呕吐的不适情况 就可以喝流食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 像牛奶 豆浆 这类瘴气的东西 不能给她吃 你现在既然是 齐小欣的临时家长 那我就请你 尽到临时家长的责任 你们法律工作者 不是更应该懂规矩吗 齐小欣的表现怎么样 小欣的表现很勇敢啊 做叔叔之前一滴泪都没掉 是吗 谢谢 莫大夫 幸会 幸会了 齐律师 方便加个微信吧 好 好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吃饭了 我们科呢最近在搞过宣传 是关注产后抑郁症 免费咨询产后心理的抑郁问题 您看 这个能不能帮忙贴在你们诊室 没问题 这是个挺好的活动 那太谢谢你了 来 给 好 再见 慢慢吃 拜拜 拜拜 慢走啊 师哥 嫂子肯定没有这种问题吧 你看啊 我师哥 又有耐心 脾气又好 又喜欢小孩 对老婆爱好 最重要的 长得还帅 所以我觉得 我嫂子肯定特别幸福 其实你嫂子性格真的挺好的 嗯 以前就没有什么生气的时候 所以她不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女人嘛 偶尔闹软小情绪都很正常 咱俩师哥 我也觉得其实你也特别幸运 能有嫂子这样的好老婆 你想 你现在工作忙得是焦头烂额的 只要是嫂子她不理解 那你就惨了 不会的 你嫂子特别痛情大恋 而且现在我妈跟她妈妈 一起照顾她 她没什么可操心的 每天就睡觉就行了 真好 怎么回事啊 教练 孩子哭这么大声 你听不见哪 你怎么也不动弹一下啊 宝贝 奶奶来了啊 不哭了 不哭了 你瞧瞧 我没睡好 不舒服 不舒服 你叫我呀 干吗我 孩子哭呢你说 宝贝 你那奶水怎么样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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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你说还没奶 你这奇了怪了 龙龙这是饿了 来 我去给你冲奶粉去 我跟你说啊 怎么不下奶呀 不是这么回事 你要点配合 还是母乳好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母乳好吗 我不想给她最好的营养吗 又哭 哭哭哭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我刚好不是给你喂过奶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哭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快要把我榨干了 不许抱 一哭就抱 一哭就抱 你这样晚上我也要抱着睡 我不能睡 我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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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是我搜集宝万万队 这家月子中庆的所有评论 还有我和他们的聊天记录 都打印出来了 好 我一会儿看 我最佳天的朋友 我一直都打印出来了 我都打印出来了 这是伯母书 伯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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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月是就来 你真是 我已经把这几个月子中心的地址 都发到群里了 你们分组去做一个实地考察 按照我发给你们的标准 一是卫生状况 二是硬件设备 同时也把集中托管 和二次小吃一堆衣服 对服务的利弊做个分析 有意义吗 没有 你呢 有问题吗 干吗当问我 回答问题 我已经记下来了 好 那大家辛苦了 干活吧 我妈妈带着我爸爸去海边疗养了 我哥哥虽然很不开心 但是只好留下陪我 妈妈把你摆在第二位了 生不生气啊 无所谓啊 反正他们不管我最好 我哥哥从来不管我 我喜欢 那你到底是喜欢你哥哥不管你 还是喜欢你哥哥呀 都喜欢 莫大夫 当做父亲什么感觉啊 很简单 就一句话 一个男人只有当了父亲 才知道什么是责任和幸福 你结婚了吗 我跟叔叔不结婚 不要孩子 知我者 起小心眼 你那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呢 到时候千万别打脸 期待打脸 这样的话 这个合同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今天先这样 小总 这边还需要跟您确认 对艾米的处理我很赞成 其实是以为我处理的还算专业吗 我们周末有个活动 想请晓鸥经理出席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什么活动 关于智商女性面对智商困境 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免受性骚扰 智商暴力以及性别歧视的 我们会在到场的职业女性 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以及法律咨询 我想小经理应该带兴趣 你怎么会在哪儿呢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的 睡得真好 儿子 回来了 娇蕊睡着了吗 刚睡了 让你别这么早回来 当工作 家里有妈呢 我没事 今天娇蕊怎么样 儿子 你给妈找着媳妇啊 可真是啊 脾气够大的了 吓死个人 整天打死个脸 这也不吃 奶也不吃 我第二人给她做 她也不吃 你说不吃 哪有奶呀 可怜着 今天又一整天没吃饭啊 可不吗 就光哭来着 也不知道哭什么 对了 你大姑和你婶子 今天下午来了 拿了一大堆礼物 她连门都没出 你说气不气人 我去看看吧 儿子 你知道 你姑姑怎么说焦蕊的吗 说什么 说你娶这媳妇啊 自私冷漠 不关心孩子 也不爱孩子 你别让她胡说八道 这话千万不能让焦蕊听见啊 她因为没难睡 已经很自责 已经压力很大了 这话 我知道 我能说吗 你说她年龄那么大了 生孩子 自己生不出来 还挨了一道 等再生二胎 还得等好几年以后 那就高龄产妇了 知道吗 我和你爸还指望着 早点抱孙子呢 你看 她现在不好养身体 怎么给童童生弟弟 怎么给咱们老墨姐 传宠接代呀 是不是你说 真的 行了 妈 我不会生二胎的 娇蕊啊 生二胎是我和小明爸爸的意思 这一来呢 让童童啊 有个弟弟 二来呢 你们儿女双全 幸福美满 你看这多好的事 你咋老抵触呢你说 你们想要二胎 找别人舍吧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什么态度 跟她妈一样 一点道理也不讲 说话特别难听 好 老婆 喝点汤吧 不喝 你这都闹了一整天了 肯定也没体力了 咱们喝点汤 一会儿还得接着闹呢 嗓子也哑了吧 来 喝口汤 正好润润喉咙 我不喝 听话 来来来来 喝一点 喝一点 润润喉咙 来吧 我说了我不喝 来吧 你们眼里只有孩子 就你们最心疼孩子 就我是后妈 就我最自私 是不是 你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现在到底有多难受 你们一天到晚追着我屁股后面问我 有没有奶 有没有奶 我是奶牛吗 没有奶给孩子吃 我不着急吗 孩子吃不饱我不心疼吗 用得着你们时时刻刻地指责我 有多么失败 多么无能 谁指责你了 你妈说什么你听不见吗 让我吃东西 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让我再给你们家生个儿子 凭什么 我是你们家生孩子的机器吗 没有人指责你啊 也没有人这么想 你不想生孩子我们就不生 身体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决定 我妈只是觉得儿女双全这样才更美满一点啊 凭什么儿女双全更美满 你们家是美满了 吃苦受累我一个人 你不要总是以受害者的心态行吗 你不想生孩子没有人逼你啊 你没逼我吗 是谁天天嚷嚷地要孩子 是谁为了要这个孩子 毁了我的事业 爹 修律 兇淚 你 你生这个孩子只是为了我吗 你自己不想要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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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爸爸跟妈妈吓到你了 妈 爸爸带你出去玩 我忘不掉 又怎么能忘掉 你的心跳 已留下记号 却还有你 看到我总有什么 你知道吗 你 没有 你